在七十行业众多车型当中 有不少国产车还算是能独树一日的 其中长安作为国产车 市场虽然不算很好 并且前段时间因为发动机机油增多的问题 而保售负面新闻 但市场却有回升 主要是由于CS55、CS75、CS35这几款车 争取了大举 其中作为精品车的CS55 在上市之初并不受欢迎 并且还让人有点小担心 但实际上这款车却是SUV市场的一匹黑马 小型的CS35 虽然早在2012年就已上市 但销售量却一直很可观 近日有消息称 首批长安换代的CS35将要下线 颜值超高十分帅气 由于风格与大众图案很相似 所以又被称为了中国版的大众图案 从流露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现一代的CS35外观依旧很大气 线条硬朗 薄具运动风格 大灯的设计造型 类似平行四边形 与经济格山相连 显得浑然一体 完美融合 毫无违和感 前保险杠的造型使得整辆车 显得更加稳重 车身增加了不少线条 还有不少长距形式的设计 使车身显得更加有层次感 以及剧动感 内势上并没有很多改变 整体布局和设计都与CS75有些相似 但CS35不再配置悬浮世界芯品 整体上来说还是显得很有气质 感觉档次也提高了 在动力方面 CS35搭载的 不是常用的涡轮增压式发电机 而是自然吸气发电机 相对于前者来说 后者在动力输出上更加平顺 驾驶感也更加平稳 作为国产汽车 长安的这款CV还是很不错了的 十分让人期待 希望长安能不断进步 不断改善 带领国产汽车走向繁荣